除了澳门战呢 今年达人秀还开闭了几个海外的招目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一季的中国达人秀中啊 美籍华人胡启志和香港魔术师彭德铭的出现 也是给达人秀带来了一股小清新 也让导演组看到了 华人选手所蕴藏的巨大潜力 为此呢 中国达人秀第三季的招目呢 也可以说是杀毁了达人秀的发源地英国 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刘伟 这一次在英国担当起了招目评委 和他在一起的 还有第一季英国达人秀总冠军保罗 在这个原汁原味的达人秀顾湘 伦敦招目战的选手 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精彩有趣 其中有一名苦爱中国无数的四岁小男孩 不但是功夫了得还可爱至极 瞬间就蒙翻了全场 你好 你是亲亲的 谢谢 保罗的这句中文虽然有些弊调 但足以看出他对中国观众的热情 然而此次伦敦招目战不但有第一季英国达人冠军保罗 坐镇评委级 还邀请到了中国达人刘伟担任特邀观察员 从选手转为评委 刘伟十分平静对待这样一次身份的转变 而他上场前还特意给选手们支起了招 我觉得首先最好的应该是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 无论就是得到怎么样的东西 或者说没有得到怎么样的东西 你都应该有一个维持最好的心态 其次才是说你拥有一个不一样的才华 伦敦招目战现场被放在了具有英国特色的伦敦桥顶端举行 中国达人秀此番来到英国 这个达人秀的发源地吸引了不少人踊跃报名 除了华人踊跃报名外 还有不少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跃跃于世 眼前这几位小男孩个个都剃了光头 他们究竟有什么才艺呢 原来这几位小达人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功夫爱好者 所以他们特意在形象上靠近自己的偶像们 为了学习纯正的中国功夫 达人们还特意拜了中国师傅 这三个都是您的学生吗 这些都是我的学生 都是您的学生 外国小孩对把头都剃掉 有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 他们是非常喜欢剃头 因为从这个看这个武打电影 有很多就是少年式的这个 有些武术表演 非常崇拜 就感觉剃头感觉自己像英主一样 他们哪个最好 因为他们现在呢 就是说是各有千秋都有特色 但是从这个年龄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四岁小孩 根据他的年龄 他现在的水平应该是很不错 随后三个外国小达人 自高奋勇地给我们表演起了功夫 只是刚才中国师傅满口称赞的小熊 有点不给力 好 停住 走 走 走 耶 站员 你拍完要来 好 控制住 小熊 小熊 控制住 好 虽然在后台小熊发挥失常 但是到了现场 他却丝毫不含糊 可爱的样子 认真的表情瞬间蒙翻全场 而且他选择的道具 也绝对创意十足 你好 你好 好 gh wow what is that chocolate chocolate 我想去中国功夫电影 你最喜欢的功夫明星是谁 而在后场区的另一边 一个穿着苏格兰格子裙 唱着中文歌的外国老人 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我学习了中文在杨树 你知道杨树 杨树 所以现在我要唱歌 唱中文的歌 唱一首 现在唱一首 你想我唱一首吗 现在 OK 只有一小一 有没有人送到 虽然有点不着调 但是这位苏格兰老人 对中国歌曲的熟悉 却绝对超出大家想象 在招募现场 他一连唱了三首中文歌 迎得观众和评委的 阵阵掌声 我是苏格兰人 我送了苏格兰来 今天晚上 我想唱三个 三个歌 第一 爱你不能开 第二 有没有人告诉你 第三 唱三个歌 爱你才行不能开 原来这位来自苏格兰老爷 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不过为了照顾孩子 他经常在街头唱歌 争取更多的生活费 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有问题 跟 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我的身子是 是四岁 我的女儿 我的 是女 我的身女 是五岁 我们叫她 唱 除此之外 还有一队选手 是有飞而来的 他们的目标 就是上一阶冠军 卓君 卓君我们来了 还有一点 肯定是我们要挑战卓君 因为我们看完了 她的表演之后 我们觉得 我们太生气了 我一定要把她打败 你们觉得挑战卓君 有信心吗 有 百分之一百 就算我自己不行 起码我们还有三个 一类新天地 陈晓燕 英国伦敦报道 恐懒